我回来台湾以后 最害怕的就是半夜被地震下行 困得要命 我又住的是老公寓 短短几秒内就要决定要不要逃命 真的很考验 土耳其这次的大地震 就是发生在当地时间6号的清晨4点17分 住在佳济安太普的墙森 被一阵天摇地洞下行 他看到墙壁在剧烈摇晃中竟然裂开了 于是不顾身上只穿着吊嘎跟短裤 就抓着老婆小孩光脚冲下楼 楼梯晃到他差点摔下去 跑到屋外后发现冷得不得了 他又只好冲回家 抓了鞋子衣物跟身份证 没想到才刚跑出来 房子就轰一声垮了 佳济安太普人口200万 这个规模7.8的地震弄垮了一堆房子 没想到大家忙着救灾的时候 第二个大地震又来了 9个小时之后 离强森家约100公里远的卡赫拉曼省 又发生了规模7.5的强震 住在当地的汉森家也倒了 他15岁的女儿被埋在瓦砾堆下 直露出一只惨白的手 但救难人员得先要抢救生还者 所以汉森一整天都表情目燃 独自坐在废墟旁 紧紧握着那只冰冷的手 陪着女儿直到遗体被挖出来为之 强震阵央位于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境 加上大大小小的余震 让两国相邻地区都成了重灾区 受灾面积非常的广 包含了四五个大城跟许许多多的小市镇 有些灾区相距400公里 台湾全长也不过394公里 这就好像全台各处都有灾情 你说救灾有多难 到我们截稿前 土序加起来至少7800人死亡 很多专家指出天灾是难预测没错 但如果房子不倒会压死人吗 早在20多年前 他们就呼吁政府要加强建筑结构房灾 政府当时也满口答应 所以这房灾到底是做到哪里去了 大家好是饭起飞 欢迎收看饭起飞的Today看世界 地震发生之后 各国都派搜救队前往灾区帮忙 台湾的队伍也已经出发 但一名灾区的国会议员派兰 告诉纽石的Daily 能救人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入夜之后 温度会降到摄氏零下一两度 他边哭边告诉记者 地震过后原本还可以听到瓦砾堆下的敲打呼救声 现在已经渐渐安静下来了 记者要他去休息一下 他会激动的说 我不能睡 我的家人已经走了 但我要留在现场协调搜救队 把能救的都救出来 住在台湾人看到灾区景象应该都感同身受 土耳其跟台湾很像 民众都习惯时不时的小地震 因为土耳其大部分国土位于安纳托利亚板块上 东南边上有个阿拉伯板块 东北部有欧亚板块 南部还有非洲板块 这些板块持续互相推积 把边缘的岩层挤到变形破裂就是断层 土耳其境内有两条大断层 一个叫北安纳托利亚断层 这个断层上常常发生地震 1999年的规模7.6地震 还造成1.7万人死亡 另一条是东安纳托利亚断层 已经有200多年没有灾情了 这次的情况是 东安纳托利亚断层两侧的岩层 随着断层面突然就边摩擦边划开 这种长的横移断层释放的能量通常很大 而且这次的7.8强震 震源深度接近地表属于极浅层地震 对地表造成的破坏力又比深渊地震更大 两种情况夹击 外加地震发生在清晨 再加上建筑物不稳固 纷纷倒塌就导致多人丧命 所以建筑物到底是倒了多少呢 光是土耳其就至少有6000栋 叙利亚也不少 但不少人的疑问是 叙利亚灾区的建筑 几乎都是因为内战的时候被轰到摇摇欲坠 无法承受强政 这不意外 土耳其可没打仗 但却倒得这么夸张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土耳其灾害应急管理局 曾经发布一项报告指出 第一是土耳其都市化太快 在50年代后期 土耳其国内人口快速移往城市 走到哪该到哪 政府也无暇监管新房子合不合法规 而盖在山坡地或是土壤液化区的房子 就很容易受到地震的影响 第二 土耳其老式的建筑结构很有问题 有专家又指出 许多老房子的一楼都属于软楼层 有点像我们的棋楼 就是一楼拿来当店面或是停车的地方 只有几根柱子支撑上面的楼层 而且柱子都没有加强防震 如果上面乱加盖 那根本就是盖来等会垮掉 第三 政府光说不略 在1999年地震之后 当局虽然成立了国家地震委员会 也立法要对所有的建筑物执行强制性检查 并且承诺在2021年前 确保国内的私人住宅都符合防震法规 但都只是说说而已 去年发生规模5.9地震的时候 建筑工程师联合会就指出 政府讲了20年从来没有确实执行 土耳其反对党的议员就曾经告诉NPR的记者 伊斯坦堡原本有很多房灾公园 就是为了大地震来袭的时候 大家都有地方能跑 但过去20年来地价水涨全高 当局就开始这里挖一点 那里挖一点 卖给跟政府关系好的地产商 光是伊斯坦堡一个城市 就有约7成的空地被拿去开发 土耳其媒体更直出 政府不仅过去20年 不把地震当一回事 这次的应变也是短视无能 地震发生之后 很多灾区都是等了十几个小时 才有人陆续来救援 在救灾上 执政党还想玩政治游戏 拒绝反对党提供援助 另外SpaceX的创办人马斯克 说愿意提供灾区新链的卫星服务 土耳其也说 我们自己的卫星就很威了 不需要帮忙 但事实上 很多灾区根本没有网路 土耳其知名的足球员就说 他所在灾区没网路没电 他一直听到倒塌大楼里面 有人求救惨叫 但根本无法求援 有时也说 土耳其原定5月要举行大选 虽然目前总统埃尔多安 宣布10个受灾区 进入3个月的紧急状态 不知道会不会延长影响大选 但他因为国内通膨严重 专制独裁 人气已经直直落 其实专制独裁 但能够及时应变救灾还好 但什么事都慢半拍 可能就臭掉了 我觉得碰到无法预测天灾时 政府在救灾及后续的立法改革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纽西兰在2011年基督城大地震之后 也是倒了很多楼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有一辆巴士被塌下的房子压垮 车上9人只有一人生还 他康复之后就四处奔走 要求政府改善 当局也把他的话听进去了 成立了特别委员会 只花了四年就改革了相关的法案 优先检查改善围楼 并把原定的年限缩短了一半 有官员说原本花14年改围楼 现在要赶在7年内完成 成本一定相当的巨大 也会影响很多人 但政府不能就这样放它去 得要尽量在公安成本 以及辩民之间找到平衡点 台湾在921大地震之后 营建署也重新修订建筑耐震设计法规 规定2000年之后盖在地震耗发区的建筑物 要能够承受六级地震不倒塌 但台湾也是老建筑比例远多于新建筑 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老房子耐震能力以标准 不少工程师认为老屋没有关系 可以请专业人员来确认建筑物的状况后 做结构性的补强 就能够提高建筑物的耐震力 今天我想问的是 你会担心你们家的房子耐不耐震吗 你觉得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够不够 今天特别感谢吴一鸣教授协助审稿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那个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在电门里发重要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NE Today的估计栏目 你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雪维的Today看世界 天文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但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